近日,在奥斯卡班奖礼现场,节目主持人克里斯洛克正在台上讲段子,按照惯例会调侃在场的许多明星,但在他说到威尔史密斯的妻子贾达像魔鬼女大兵里的一个光头角色时,贾达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并且被主持人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威尔史密斯更是怒气冲冲地走向了主持人,并且一拳打在了主持人的脸上,从视频中看威尔史密斯出拳不清,主持人直接被打到重心不稳,这一举动也是惊呆了在场众人,尼克基德曼在台下吓得花容失色。 表情十分震惊,其他明星也被吓得默瞪口呆,众人都以为这是设计好的一幕,但威尔史密斯似乎是真的动气了,他走下台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密骂,他说,别从你的烂嘴里出现我老婆的名字。 而后续的话语也被现场导播紧急避卖,一旁嘉宾看起来也都十分尴尬,随后史密斯获得了最佳男主角,他和妻子亲吻后走上台。 第一句话便是理查德·威廉姆斯,片中的角色会为了他的家人而战,不过他也为此表示道歉。 在之前的采访中就表示, 全这些女性与黑人,我尝试了,那些女性与黑人,我保持了一亮。 你那些年代的《未经典的战争》,黑人在美国中的美国中的美国, 有一个人说你瘋了, 我父亲是那样,但做了任何人, 就能够在冲亡的世界上, 在那边的尾巴之球。 you know you come out victorious yeah